公子哥 这块黄斐要不怪 我看你黄斐要这么几个不掉它 首先 不管材料价值几何 每一块材料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其次 我就是黄家绿 我不告诉你绿在哪里 你找都找不到 黄斐包裹着绿花 就像巨宝盆砖的宝石一般 考虑了很久一直在犹豫雕什么 那可以雕吗 当然可以做龙 可以设计在眼睛上或者龙珠上 也可以雕仙鹤 寓意当潮易品 但是会在雕鹤过程中失去太多 让原本若有若无的绿 直接变成了无 所以为了保留材料的绿 我们尽可能的少去动它 做一个小平面的东西 比如说铜钱 再利用黄的地方做一个大钱袋 简单又符合市场的通货 又好卖 工费又便宜 但是省工费去做 就不是我公子的风格了 干活 把原有的铜钱保留 做一只皮修 材料偏扁一点 那么皮修的头和脚它出不来 我们就打破传统的四脚朝下 全身立体的那种动态 雕刻一只胖胖乎乎的平面皮修 手拿铜钱送到嘴里边 这样的飞天皮修 吃着铜钱 请着一个大肚子 象征着大肚能容天下的快乐和富贵 起货居然翻肿了 比我预想的效果 又上了一个台阶 一不小心又涨了 那么最后就祝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像皮修一样 集四番之宝 集八番之财